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经理 今天店里要选店长 等一下老板娘要过来挑选 你们两个表现好一点 好的 亲爱的 今天我要当店长了 你要做好吃的给我 美女 我等你半天了 帮我介绍介绍吧 介绍什么介绍 衣服不都挂在这里吗 长了眼睛你自己不会看 美女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你是想选衣服还是想选裤子 我看你们家衣服都挺好看的 可是你看我这150多斤的 肚子也大 腿也粗的 你穿的这么漂亮 要不你帮我搭配一身呗 好啊 没问题 这边小马区 里面大马区 找单区挑两身 美女 其实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会穿这样呢 显得肚子又大 腿又粗的 这样吧 我给你拿这条魔术裤去试一下 魔术裤 可是你这裤脚看起来这么小一点 我的腿可粗了呢 穿不了吧 没关系 这裤子呀可以穿到210斤呢 弹力可大着呢 那行 那我去试试 你再给我搭个上衣 好 美女 给你搭个上衣 好 杨杨 谁让你把它弄进来的 哎呀 人家来者都是客呢 来者都是客 你愿会看人呢 像他这种还不是白费你时间 又不会买单的 你别这样说 人家还在里面呢 难怪你销售业绩这么长 就是不会看客人 等我当餐店长 再好好教教你 哇美女 你这样穿也太好看了吧 还是你的眼光好 介绍的这条裤子 真的很适合我 尤其是她的腰 特别高 我那么大的肚子 全部都给我藏起来了 而且家容家厚的 穿着也不嫌我腿缩 挺好的 那你这么喜欢 我去给你打包吧 不用了 其实呀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啊 那你刚才怎么穿那样就来了 我这不是想给店里 挑选一个店长吗 也不清楚店里的状况 你的服务态度让我很满意 店长我就交给你做啦 谢谢老板娘 我给我努力的 好 你去忙吧 好 喂 店里是不是有个 瘦瘦小小的姑娘呢 让她明天不用来了 服务态度那么差 好